一盘豆腐吃出肾衰竭,豆腐这样放冰箱,吃一口就悄悄把肾脏腐蚀成渣,不想一发现就肾衰竭的,再忙也要花时间看看,谈及豆腐。 这位餐桌上的常客,无论是清新爽口的小葱拌豆腐,麻辣诱人的麻婆豆腐,还是细腻滑嫩的豆腐脑,风味独特的豆腐花与温润滋补的豆腐汤,乃至创意无限的皮蛋拌豆腐,无意不让人垂涎欲滴。 然而,这看似平凡无奇的美味,竟也暗藏风险,成为了健康隐患的源头,尤其是当他与不速之客,肾衰君相遇时,故事的主角,李先生,一个寻常的日子里,于清晨选购了一块看似新鲜无害的散装豆腐,满心期待地将其存入冰箱,计划晚间享受一番小葱拌豆腐的惬意, 未曾想,这简单的晚餐,竟成了一场健康危机的序曲,夜幕低垂,李先生被突如其来的剧烈腹痛惊醒,次日更添变血之症,紧急送医后,竟被诊断为肾衰竭,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,正是那看似清清白白的豆腐。 那么,这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?专家深入剖析,揭示了这场肾衰君走肾之旅的惊心动魄,豆腐,因其低酸度与高含水量的特性,成为了细菌滋长的理想环境。 不幸的是,李先生的豆腐恰好被肠出血性大肠杆菌,简称肾衰君所污染。 这种细菌一旦进入人体,便迅速在结肠内安营扎寨,大量繁殖,并释放粘性蛋白。 如同一张无形的网,将肠道上皮细胞紧紧束缚,进而引发广泛的感染与毒素释放,导致从轻微的发热寒占到严重的腹痛腹泻等一系列中毒症状。 更为严峻的是,当肾衰君突破肠道屏障,侵入血液后,免疫系统随即拉响警报,与之展开激烈的战斗。 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细菌的嚣张气焰,但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却在血管内皮上引发了微血栓的形成。 这些微小的血栓如同定时炸弹,尤其偏爱血管密布的肾脏,一旦引爆,便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肾脏损伤,进而又发肾衰竭。 一块豆腐,竟能悄然间撼动生命的根基,这不禁让人唏嘘,为此提醒您在日常生活中,选购豆腐时应优先考虑核装产品,因其密封性更佳,能有效减少细菌污染的风险。 同时,开封后请尽快食用,避免长时间存放导致的细菌滋生,若需保存,不妨尝试将豆腐制成冻豆腐,既保留了美味,又延长了保质期,让美味与健康同行。 豆腐含有大量激素,男人吃多了会变娘,女人亦患乳腺癌。 真相来了,自幼年起,小许便对豆腐情有独钟,由艾娜每日清晨一碗细腻滑嫩的豆花,是其为早餐不可或缺的滋养佳品。 在她看来,豆腐不仅蕴含丰富营养,更是补盖的优选食材。 然而,时光荏苒,二十年前的某一天,正值壮年的老许因腰痛之扰,踏入了医院大门。 诊断结果令人折舌,体内竟藏有十余科结石,彼时,因为具手术与自感无恙,她选择了体外碎石作为治疗之法。 退休后,生活节奏放缓,老许却常感腰部酸痛,初以为是岁月留下的痕迹,未曾深究,但内心的忧虑终是驱使她再次就医。 CT影像一出,震惊四座,左肾内竟密布着难以计数的结石。 估算之下,数量逼近两百之重,医生见状,也不禁发出前所未见,知探。 警告若不及时干预,恐有肾脏功能丧失之余,深入探究病因,医生指出,老许常年累月适时豆花,加之日常饮水不足,是导致结石大量生成的关键。 豆花虽好,其富含的钙质在缺乏足够水分冲刷的情况下,亦在体内沉积,日积月累,终成结石之患。 此案例一出,不禁让人对豆腐过量抑制肾结石的说法心生疑虑,确实,豆腐及其制品以其多样的烹饪方式和美味口感赢得了广泛喜爱,但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其健康影响的讨论。 那么,豆腐摄入过量是否真的会诱发肾结石,结石患者又该如何科学对待豆腐呢? 事实上,适量食用豆腐并不会直接导致肾结石,关键在于保持均衡的饮食结构,适量增加水分摄入,以促进体内代谢废物的排出,对于已患有结石的人群,在医生指导下,合理控制豆腐等 涵盖食物的摄入量,并结合个人体质与病情。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方案,是完全可以在享受美食的同时,守护好肾脏健康的。 一,豆腐,营养归宝,物解中的健康守护者。 豆腐,这一源自中国的传统美食,不仅是餐桌上的艺术展现,更是自然馈赠的营养宝库,其独特的柔软质地。 豆腐,为中华美食的烹饪技艺提供了无限的创意空间。 在中医理论中,豆腐被赋予了干粮之性,龟皮,胃,大肠精,具有补中益气,健脾力施,清肺润躁,清热解毒的诸多功效。 因而民间有金秋豆腐似人参的美誉,足见其营养价值与保健地位的尊崇。 豆腐,作为大豆的华丽蜕变,种类繁多,北豆腐的醇厚,南豆腐的细腻,内置豆腐的嫩滑,各具风味,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偏好。 它富含优质蛋白,大豆蛋白,这种蛋白不仅不含胆固醇,其必须氨基酸组成,还与肉类相似,是素食者及追求健康饮食人群的理想选择。 此外,豆腐还是铁、铁、钾、多种维生素及液酸等营养素的良好来源,同时含有大豆栽醇、大豆燥肝、大豆卵磷汁等活性成分,对调节血脂、预防关心病、维护肠道健康及提升免疫力等方面展现出积极作用。 然而,关于豆腐吃多了会得肾结石的疑虑,实则源于对营养与疾病关系的片面理解。 肾结石,这一泌尿系统的常见疾病,其成因复杂,与尿液中矿物质浓度过高密切相关。 在大豆成分中,虽含有氮令、钙及草酸等可能影响结石形成的物质。 但豆腐的制作过程中,草酸含量被显著降低,科学研究已证实,多数是受豆腐的草酸含量极低,远低于引发结石风险的预值。 因此,适量食用豆腐并不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,反而其丰富的钙质有助于降低结石形成的风险。 即便是结石患者,也可安心享用。 至于菠菜与豆腐同时的担忧,实则大可不必。 菠菜中的草酸虽与豆腐中的钙有结合倾向,但在烹饪过程中,大部分草酸已与钙结合形成沉淀,难以被小肠吸收。 最终随粪便排出体外,不会大量进入肾脏,形成草酸钙结石。 因此,合理搭配,适量食用,两者皆可成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。 综上所述,豆腐以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健康益处,应被视为日常饮食中的佳品。 在享受美食的同时,科学认知,合理搭配,让豆腐成为我们守护健康的得力助手。 二,谣言粉碎机,豆腐与性别特征,癌症风险的真相。 关于豆腐,一种流传甚广,却毫无根据的误解是,男性多时会女性化,而女性则可能因此罹患癌症。 这一切,皆源于豆腐内含有的大豆翼黄铜,一种被誉为植物磁激素的神奇物质。 然而,让我们一同揭开这层迷雾,还原事实真相。 一,大豆翼黄铜,前列腺的守护者,大豆翼黄铜,这一自然界的智慧结晶,其结构与人体磁激素相似,故能温和地与人体磁激素受体结合。 但值得注意的是,它的作用强度远远不及真正的磁激素,因此无需担忧,其会导致男性体征变化。 恰恰相反,科学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发现,适量摄入大豆翼黄铜与亚洲男性前列腺癌发病率的显著降低,存在关联。 这一发现,无疑为男性健康饮食提供了新的视角。 二,女性健康的温柔伴侣。 对于女性而言,大豆翼黄铜展现出了其独特的双向调节作用。 当体内磁激素水平偏低时,她犹如一位贴心的朋友,适时补充。 而当磁激素水平过高,她则化身为一位谨慎的调节者,适度抑制,从而帮助维持女性体内磁激素的平衡状态。 这一特性,使得豆腐成为了预防乳腺癌的得力助手。 女性适量食用豆腐,非但不会使磁激素水平失控,反而能有效预防乳腺癌的发生,守护女性健康之美。 三,散装豆腐,美味背后的安全考量,漫步于熙熙攘攘的菜市场,手工制作的散装豆腐,以其独特的新鲜风味吸引着众多家庭的青睐。 然而,关于散装豆腐卫生状况堪忧,细菌超标的传言,不禁让人心生疑虑,那么,这些说法究竟是真是假呢? 诚然,部分农贸市场上售卖的自制豆腐,若制作与售卖环境不够理想,确实存在被微生物污染的风险,可能导致豆腐发酸或变质,但消费者不必因此全盘否定散装豆腐,关键在于选购时的明智选择。 选择正规渠道购买,细心观察豆腐是否带有异味,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步骤。 只要遵循这些原则,散装豆腐同样可以安心享用。 此外,无论是散装还是盒装豆腐,食用前都应经过充分的高温加热处理,以杀灭潜在的微生物,确保食品安全,尽量避免生食或凉拌,以减少胃肠不适的风险。 值得注意的是,豆腐虽好,却非人人皆宜,特别是飘令代谢异常的痛风患者,血尿酸水平天高的个体,以及脾胃虚寒,频繁腹泻的人群,应谨慎食用或避免食用豆腐,以免加重病情。 同时,肾功能不全者也应限制豆腐的摄入量,以免给肾脏带来额外负担。 那么,对于适宜食用豆腐的人群而言,每日应摄入多少为宜呢?根据膳食指南的建议,每日大豆及坚果类食物的推荐摄入量为25至35克,换算成豆腐,大约相当于68克北豆腐,133克南豆腐或166克内脂豆腐。 这样的摄入量既能满足营养需求,又不会造成身体负担。 总之,健康人群适量食用豆腐是安全的。 但务必注意选择正规渠道购买,高温加热处理,以及根据个人体制合理控制摄入量。 只有这样,才能充分享受豆腐带来的美味与健康。 研究发现,豆腐代替肉,能延长寿命,但三类人最好少吃,豆腐,这一源自东方的传统食品,其营养价值之丰富,历来为世人所称道。 每百克豆腐中,钙的含量高达140至160毫克,是补钙的理想食材,尤其适合各年龄层人群,助力骨骼强健。 不仅如此,豆腐还是低热量,低脂肪,高蛋白的典范,内含丰富的蛋白质,大豆翼黄酮,铁元素,卵磷脂及糖类等多种营养素,为身体提供全面而均衡的滋养。 在中医理论中,豆腐性良,能一气合中,生精解毒,是清热养生的佳品,长期适量食用,更有助于保持身材轻盈。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,豆腐中的大豆翼黄酮,作为植物雌激素,对调节人体内分泌具有显著作用,它既能在雌激素水平不足时予以补充,又能在水平过高时适度抑制。 这种双向调节功能,对于预防骨质疏松,降低乳腺癌及前列腺癌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。 美国癌症学会的研究更是证实了豆腐在癌症防治方面的积极作用。 然而,面对豆腐的诸多益处,我们也应理性看待,避免过度夸大其功效。 尽管日本国家癌症中心的研究显示,以豆腐等植物蛋白替代部分红肉能延长寿命,降低死亡风险。 但豆腐并非万能药,其防癌效果需结合多种因素综合考虑。 此外,关于豆腐乳的误解也需澄清。 豆腐乳虽属腌制食品,但其盐分含量并非极高, 且制作过程中使用的黴菌为有益菌种,不产生致癌物质。 适量食用豆腐乳,不仅能享受其独特风味,还能获得丰富的营养补充。 在享用豆腐时,我们还应注重科学搭配。 以充分发挥其营养价值,豆腐与萝卜、海带、肉蛋等食材的巧妙结合, 不仅提升了菜肴的口感与风味,更促进了营养的全面吸收与利用。 当然,任何食物都有其适宜人群与食用禁忌。 对于痛风患者、尿酸过高者、 为含皮虚者极易腹胀腹泻的人群而言, 豆腐虽好,却需适量食用或避免食用。 以免加重身体负担、综上所述, 豆腐以其独特的营养价值与健康益处, 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 让我们在享受豆腐美味的同时, 也学会如何科学合理地食用它, 让这份来自东方的传统智慧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。